即烏鲁木齐火灾导致数十人死伤之后 四川宜兵11月28日也发生火灾 由于小区被铁皮墙封锁 消防车被挡在小区外 无法使劲火场救援 该影片再度引发网友共鸣 烏鲁木齐还没玩又有一个一样的案例了 哎又是铁皮 消防车不想进吧 这么薄的铁皮他还撞不开吗 不敢撞 怕违反了防疫政策 先将乌鲁木齐大火事件点燃了民间的怒火 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场白纸革命 抗议中共的极端防控政策 日前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春夏 深夜在微博上发文挺白纸革命 她说什么也做不了的我们 只能在家跺脚掉眼泪 张珊珊是谁 大陆一名女子 注册35家核酸检测公司 且注册所在地多爆发疫情 甚至传出哪里有她的公司 哪里疫情爆发的说法 网传她是红后代 并登上热搜榜 而涉事的兰州核子华锡 则签出深圳市核子基因公司 背后实际控制人为张和子 有人怒斥权贵发防疫财 也有人指责中共抛替罪羊转嫁矛盾 中共执意实施病毒清零政策 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事件 引发中国多地爆发抗疫活动 英国BBC驻上海记者 在现场采访时遭警方暴力相对 并强行带走 英国首相和商业大臣对此表示谴责 而中共外交部则一如既往地加以否认 新唐人亚台电视 整理报道